Kaloha! 今天我們來到延世大學外 一條小路的一間早餐店 來吃這個煎餅和豆漿 餐廳除了有韓文菜式外 也有一個中文菜式 不怕看不明白 而點菜機也有中文選擇 當然韓文也有 食物已經來齊了 首先有微糖的凍豆漿 煎餅果子超大件 還有一個蔥油餅 好,我們今天就來吃一個中式的早餐 首先我來開動這個蔥油餅 它是3000瓦,有四塊 其實也較前來可以 我先戒一戒開一半 可以看到它的油不必曬出來 真的很好吃 它的蔥是超級超級多 雖然在外表蔥是比較少的 但吃下去的蔥味是超級夠的 而且它的油是 蔥油餅你預料中一定會有少少的 但它不會超級油膩 所以我覺得這個值得推薦 這個早餐當然不少有豆漿 現在就先拌一口 我沒試過這樣 不來的碗都這樣喝 我先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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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乾一下 它這個豆漿的味道 竟然不是香港的豆漿味 它的豆味是更加濃一點 更加出一點 而且我壓了它的微甜 所以這個甜度 我喜歡這個甜度 而且不用再壓我再加糖 它這個動飲 我覺得是配這個手皂餅 是perfect的中式早餐之選 然後就到我來試這個煎餅果汁 拿上手非常之稠 而且非常大份 它和我的手掌有顆輝 真的我的手掌這麼大 它這麼大的原因 是因為它裡面的材料也非常之多 包括有雞蛋、蔥、甜麵醬、半條油炸鬼 一張薄脆、香腸和蔬菜 其實看到它上面還有一些黑芝麻 再給大家看看 裡面真的很濃烈 很厚 沒錯 這個早餐真的不得了 它還要是… 這裡只是半件 幸好我們是share 這個味道 放在這裡 嘗嘗很香 它的口感也很豐富 因為我第一次咬下去 就吃到蔥和山菜 再加上它的煎餅 鹹鹹香香的 再加上一些面層很大量的黑芝麻粒 整件東西很香 但是呢 又不會是很有油膩的感覺 因為它的餅都鮮得很乾 我現在就試一下這一口 是有油炸鬼的 嗯 這個鹹香的油炸鬼 不夠燒吸脆 如果可以再脆一點的話 那就完美了 這個也挺不錯 但是如果一個人吃早餐 可能會有點重 不知你對哪些韓國餐廳有興趣呢?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記得CLSS 一有新片即刻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